欢迎收看大白话语愿 我们是大白话和小白话 今天我要跟大家说的这部电影叫做怪形前传 废话少说咱们来看电影吧 这部电影说的是啥呢 说呀那是发生在1982年的南极州 有一个科考小队探测到一些信号 于是就寻找信号源 最终在槟城下面找到一个足以震惊世界的东西 那么到底是啥玩意呢 咱们接着看 负责这个项目的美国科学家壮丹博士 就来找咱们的女主帮忙 这里叫她大眼妹 咱们的大眼妹是一个古生物博士 他们要一起去南极一趟 就这样大眼妹跟着壮丹博士 还有一些科学家一起来到南极州 咱们的男主就是开飞机的胡子哥 看人家大眼妹好看就倒闭道的没完 你咋不跟老爷们倒闹呢 这些人下了飞机之后直奔现场 连个厕所都不让上 来到槟城下面之后 这些人都傻眼了 竟然是一艘宇宙飞团 而经过他们研究 这个飞团已经在这里十万年 十万年前 我们祖先还是用树叶当库舌的 之后 他们又在槟城下面 发现一个疑似外星人的尸体 于是 这帮人就把槟块和尸体一起取出来 准备研究研究 这可是人类第一次接触外星生命啊 正在大家研究 怎么取出来尸体的时候 壮丹博士 就要先取出来一点皮下组织研究一下 本来大远妹是不同意的 咱们现在还没搞清楚这个东西 不能随便整 壮丹博士根本不撩你 这里谁说的算 自己心里没点数吗 就这样 他们用电钻取下外星生物尸体的皮下组织 大远妹肯定心里不得劲 壮丹博士就来找他 我还以为要给大远妹道歉啥的 没想到是来壮丹的 告诉咱们大远妹以后不要顶撞他 干好自己的工作就完事了 晚上的时候 壮丹博士就说了 经过我的研究 这个生物确实是一个外星生物 我们都是发现者 这一切都将会载入史册 正在大家高兴那时候 一个大老黑就看见冰块里的外星生物竟然活了 并且逃走 一溜烟就不见踪影 这扯不扯淡 那咱们就赶紧找到啊 在寻找外星生物的过程中 一个老爷们就被外星生物抓住 眼看就要被吃掉 还好 关键时刻用火焰喷射器 直接烧死了外星生物 虽然咱们死掉了一个小伙伴 悲伤是在所难免的 但可是 我们不能放弃 咱们要好好研究一下 抓住最后的机会 就这样 大眼妹跟装弹博士他们一起解剖尸体 具体过程咱们就不看了 毕竟吃顿饭都挺贵的 大眼妹就发现尸体里有一个人类的钢板 这到底是咋回事呢 然后到实验室 用显微镜看看外星生物的细胞 这一看才发现 外星生物的细胞 竟然可以复制人类细胞 这可不妙啊 第二天一走 胡子哥就要开飞机送昨晚受伤的人去医院 大眼妹就在昨晚受伤人员的房间里 找到了几颗大金牙 浴室里也都是血迹 这到底是什么情况 终于大眼妹想明白了 看来是外星生物可以变成人类啊 大眼妹就赶紧出去让胡子哥降落飞机 可惜啊 还是晚了 里面有一个哥们已经变成怪物 飞机坠毁 大眼妹就把自己的假设都告诉了所有人 但是根本就没有人愿意相信他 正因为自己的聪明也惹来了杀身之祸 一个老大姐变身怪物 差一点杀死大眼妹 其他人及时赶到烧死了怪物 看来大眼妹是对的 你们就是不见棺材不落泪 现在咱们要做的就是检查一下 有没有被怪物复制的人 正在大家准备测试的时候 胡子哥带着好哥们竟然活着回来了 大家都感觉不可思议 但是又不能乱杀无辜 只能把他们关起来一会测试一下 可惜啊 测试的实验室被人为放火 没关系 大眼妹还有一个办法 外星怪物能复制细胞 但是无法复制金属 就这样 大眼妹开始检查大家的牙齿 有牙齿填充物的就是好人 没有就隔离 结果还真检查出四个人没有牙齿填充物 也许人家是考试牙也说不定 还是不能杀 只能看着 都老三人来别动 大眼妹要两个人去带胡子哥他们来检查一下 结果万万没想到 一个哥们有去无回 一个跑回来赶紧报信 没过一会儿胡子哥和好哥们拿着武器过来 一时间大家就要发生冲突 因为谁也不知道谁才是人类 只剩暴不住火的 其中一个怪物这个时候就变身了 一分钟之内就把在座的各位几乎全部秒杀 胡子哥还不会用火焰喷射器 当大眼妹弄好之后 一切都完了 大眼妹和胡子哥还活着就行 其他人都是龙炮 大眼妹就说了 火焰器在手 天下我有 就这样 这两个人找到了刚才变身的怪物 二话不说 直接烧烤 可惜呀 就是没带辣椒面和自然 你要是以为这就结束了 那可没有 还要装弹博士活着 他现在也被怪物控制 开车直接就跑 SAC 那咱们就追呀 结果追到外星飞船这里 这个过程中 大眼妹不小心掉进了外星飞船里 在飞船里面 大眼妹惊呆了 这十万年前 外星科技竟然如此发达 好厉害哦 不过怪物也找到了大眼妹 正好 大眼妹这里还有一颗手雷 直接炸死了怪物 发生爆炸 飞船也停止了运行 胡志哥和大眼妹都还活着 他们准备去其他的地方的科研站 但可是 大眼妹发现胡志哥耳朵上的耳环不见了 看来你也变成了怪物 啥也别说 直接烧口 就这样 最后只剩下大眼妹还活着 跟人呢 就结束了 这部电影告诉我们个啥道理呢 大老爷们你戴啥耳环呢 人家妹子都不戴耳环你戴 切儿切儿的 好了 今天就到这了 摸摸摸